为了加强身份验证 未来新加坡国民和永久居民 在申请身份证时 除了提供照片和指纹 可能还需要进行眼睛扫描 国民登记修正法案在国会进行医读 修正的主要内容包括允许移民与关卡局 向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 搜集眼睛红膜的图像 内政部在文告中指出 红膜扫描是一种有效的技术 它方便执行 而且不直接接触或侵入人体 内政部指出 这个技术将让新加坡关卡的检查工作更有效率